粉丝求助 这是前几天我喜欢的女神发的一个朋友圈 唐老师帮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车帮我分析分析 这个故事应该是这个 就是这个理想L8 首先这是一辆增程车 车主年纪不会很大 并且家里很有可能只有这一台通行代步车 既想日常代步不用游 又想兼顾偶尔的长途旅行需求 而且这个车是利用2加2加2的座椅布局 说明车主只有可能已婚并且有小孩 还可能是两个 理想L8和L9的类似差异极小 动力完全一样 售价却差得接近十万 这说明车主是一个既进那些传 又喜欢新鲜感的人 而且这个车刚上市不久 粉丝的女友就已经坐上了 我感觉这个事情不太妙 虽然配置丰富 用不了高端 但你想的增程式动力 从目前来说前景依然不明 所以车主有一定的风险承受 一个喜欢长鲜的人 碰到一个爱冒险的人 不用我说 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问了 那是开门的事啊 没事 已经在挑事 爱情如烈火 你在笑 疯狂的人 是我